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被客戶退稿的一些作品 我個人比較喜歡這種畫風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辦法被人家喜歡 再來是我自己一些文字的部分 這是我其中一個夢境 就是小女孩跟爸爸說 那個東西是什麼 爸爸也很無奈 也不知道怎麼回答 然後只好跟他說 是哈密瓜 就是可以導出一些生活上的經驗 這是我個人 我浪費個人生命的一個部分 就是在一些小東西上面 去添加一些 真的很沒有必要的東西這樣 再來是我想講的第二部分 也就是這次其實大主題 我會跟一些朋友 就是一起運動 那我們運動就可能 不是這麼簡單的競賽 而是辦得像一個運動會一樣 這是我們第一屆 我辦過兩屆 這是第一屆的海報 那也是我個人去畫跟設計文案這樣 那這個叫做沒錯我是老的 這次討的是尊嚴運動大會 這是前年的第一屆的運動會 那為了這個運動會 我強迫了朋友幫我做對齊 那我自己也去印了明信片 那既然是競賽 就要有一些榮譽感 所以也只好有做獎狀 那讓大家有想要有這個新投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投入 那這是一些第一屆的畫面 運動會畫面 那有宣誓啊唱國歌 然後國父一向又沒有 所以那時候只好用一百元鈔票先擋著這樣 那再來是一些區位競賽 因為畢竟也都有些年紀了 所以有一些就是九宮格的部分 就是我們討厭誰就是先把它放上去丟 那這個是我們個人喜好 所以先大家不用在意那個國籍什麼東西這樣 那再來是大會重點 我們運動會一定要有大堆接力 這是我小時候學到的一個經驗 所以就是怕無聊 所以接力棒用酒瓶 那可是酒瓶很重 我們就要先把它喝完 然後到最後一棒再喝一次這樣 那這是充滿榮譽感的時刻 我們有就是主辦單位總共有三個人 那我們就是先頒獎給別人之前先頒給自己 那當然也會選出大會MVP 跟一些很認真的人這樣 那再來第二屆就延續上一次的主題 只是這次我們又老了一歲 所以主題變成臉皮越鬆弛 友情更緊實 對這是第二次的大會海報 那再來這次野心更大 就想撈點錢 所以我們做了周邊毛巾 結果也沒有賺錢 配了一大筆 然後一樣有明信片 因為想說總要有個參加獎 那一樣榮譽的代表 就是獎狀一樣照做 那這次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就約兩三個人就拍了一個 就宣傳短片這樣 就以龜兔賽跑為發想 最後就是導出我們想要宣傳的運動會主題 那這次因為毛巾還蠻帥的 我自己這麼認為 然後就大家都有捧場買了一條 那這是毛巾的各式穿搭 你們要是有場合有用到毛巾也可以這麼用 那因為去年我們實在沒有選擇拿一百塊 你買了今年有點小錢就可以拿iPad來當國父一項 對 然後這是一些一樣長邊的畫絮 一樣有宣示等等的一些儀式 那這是區位競賽 因為去年玩了 我每年都想玩不一樣 那這一年是丟東西 我們就抽籤丟東西 就是有雞翅鳳梨什麼 就是丟然後加種那個種長度 那甚至有吐口水 然後還有旁邊的人也算是選項 那這是另外一個項目是比腕力 這是一個利於美的展現 然後就大家不知道為什麼喝了酒都變很有利 然後這個傳統就不能少了 就一樣 我們就是為了要有捷力棒 一樣先乾一瓶到最後再乾一瓶 那我曾經 那一次我是最後一棒 我明明領先了半圈 可是我喝不贏的我還是輸了 對 那今年的運動會 我還是想繼續這麼做 那如果大家嫌 平常過得太充實的話 想要做一些比較浪費生命的事 歡迎到6月9號可以來 找我們這個團體長 謝謝 謝謝 謝謝LOVE TEAM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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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